记者陈丽严台北报道,又有南韩节目到台湾取景。 今本报接获读者爆料, 37岁的水晶男孩前成员高志荣和3岁儿子生财现身西门丁录影, 疑似正在拍摄而节目《我的超人爸爸》, 引发大批游客,民众为观。 读者透露,今下午4点多在西门丁巧遇高志荣父子, 父子俩推驻行李箱边走边录影, 不少民众好奇争相拍照、录影。 有游客发现是高志荣后,也开心以韩宇你好向他打招呼。 高志荣曾是原族偶像男团水晶男孩的一员, 2000年水晶男孩接参后,便退出演艺圈。 前年水晶男孩透过综艺节目无限挑战重组, 当时高志荣虽然也和另5名成员一同站上舞台, 但之后就再为参加团体活动, 水晶男孩改以5人体制重启艳密活动。 不过,前年底高志荣带助宝贝儿子生财上我的超人爸爸, 决定以不影响原有生活的方式, 与粉丝分享他的日常生活。 节目播出后也引起粉丝高度关注, 带动收视上升。 高志荣现身西门丁录影。 读者提供, 高志荣前年底带助儿子生财出演综艺节目 我的超人爸爸。 翻摄自never水晶男孩前成员高志荣现身西门丁录影片, 读者提供。